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继续讲解教材的第八章 翻到326页 第八章的纠纷解决制度 考15分到18分 第一个内容 把教材翻到328页 328页最上面的第一条 和解 和解的第二段 和解可以在民事纠纷的任何阶段进行 无论是否已经进入诉讼或仲裁的程序 然后第三行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 以提醒仲裁的 可以请求仲裁庭 根据和解协议制作什么 裁决书或者调解书 裁决书全出来 调解书全出来 以提起诉讼的 可以请求法庭在和解协议申请上 协议基础上制作什么 制作调解书 或者是由法院记录在卷 下面需要注意的是 和解达成的协议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下面把教材翻到332页 332页的最上面 括弧一 对公民提起的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 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由经常居住地管辖 其中公民的住所地指的是户口所在地 而经常居住地 是离开住所 已经连续住满印言的地方 括弧二 对单位提起的诉讼 单位的住所地在哪里 在第二行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括弧三 同一诉讼有几个被告 在两个不同以上法院辖区 原告可以向任何一个起诉 任何一个画出来 好 教材翻到338页 338页的第二自然段 第二段的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第三行的尾巴 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 与其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但如果与基本事实有关 法院还是应当采纳 并给予训诫和罚款 大括弧三 执政 执政的第三行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由当事人执政 也就是原告和被告进行执政 对设密的证据应当保密 不能够在公开开庭的时候拿出来 否则会泄密 为情执政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好 然后倒数第三段 第二条 证人鉴定能勘验人 里边的第三行 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 询问证人时 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340页 340页的证中间第三条 诉讼时效的总类 第一句 普通诉讼时效是三年 打五角星 原来是两年改成三年了 然后第三条 诉讼时效期间从哪天开始计算 被侵害还是知道被侵害 应该是知道被侵害的时候开始计算 341页 最上面大括弧一 时效的终止 里边的第二段 根据上述规定 时效终止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打勾 二打勾 一和二 342页 8025第一条的一审程序 是一分考试据的题 一审程序的第一句 一审程序包括普通程序和检疫程序 然后第二段 设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应当在立案六个月之内审结 下面是大括弧一 起诉 第一句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打勾 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 下面一段第一句 起诉的方式 应当以书面起诉为原则 口头起诉为例外 343页 正中间大括弧二 开庭审理 第一条 开庭审理方式 第二段 最后一句 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 当事能申请不公开 可以不公开 这是依申请的情况 344页 黑标题二 第二审程序 上面三行 法院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同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的权利 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然后第二条二审程序 看到大括弧一上诉期间 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 有权在宋达15日内 向上一届法院提起上诉 大括弧二 第一句 当事能提起上诉 应当提交上诉状 346页 最上面的括弧二 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时间 再审就是翻案的概念 就是已经生效的案子 铁板定定的案子 发现它是错案 冤案把它给翻掉 翻案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当事人申请翻案 应当是在判决生效后 六个月之内才可以翻 但是有例外的 六个月后发现新证据 或者发现原来做出判决的 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或者发现 具已做出原判的 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 或者发现法官贪彰枉法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受生效六个月的限制 从知道六个月可以提出方案 351页 最下面的第一条 仲裁协议的形式 第二段 仲裁法规定 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定律的 仲裁条款和其他以书面形式 在纠纷发生前 或纠纷发生后达成的协议 据此 仲裁协议应当书面 口头的无效 仲裁协议既可以表现为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也可以表现为 独立于合同而存在的协议书 353页 正中间大括弧三 对仲裁机构的效力 里边的第二行的尾巴 同时仲裁委员会只能对当事人在协议中 约定的事项进行仲裁 对超出约定的范围 无权仲裁 大括弧四 仲裁协议独立存在 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无效 以及合同成立后 卫生效被撤销 均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率 大括弧五 第一段 必考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率有异议 应当在首次开庭前提出 当事人既可以请求仲裁委决定 也可以请求法院裁定 一方找仲裁委 另一方找法院 由法院来裁定 354页8032 历史上从没考过 上课也没什么讲过 所以这个地方一旦考到了会挺麻烦的 第一条申请仲裁的条件有三个 一有仲裁协议 这是仲裁委员会收案的前提 二有具体的仲裁请求 你让对方赔你多少钱 三万还是五万 这个要具体 要有事实和理由 人家为什么欠了你三万到五万 坤坤3属于受理的范围 两夫妻离婚 订立仲裁协议 仲裁委员会肯定不受理 因为婚姻家庭纠纷是只能起诉 不能仲裁的 第二条申请仲裁的文件 第一句话出来 当事的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三个东西 仲裁协议 这是他受理的依据 仲裁申请书就类似于起诉状 你问对方赔你多少钱 事实和理由 副本 要有一个副本 第三条审查与受理 第一句话 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请五日内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受理 这个收到五日 然后第三条的第二段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被申请人有权提出反请求 这句话打五脚心 什么叫做反请求 你告我 说我欠了你三万 我还反告你 我认为你道欠了我五万了 所以这个就叫反请求 倒数第一行 当事人要求财产保全及证据保全 应该向仲裁委提出书面申请 由仲裁委将申请转交到法院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保全的申请 所以他有两种申请方式 一种是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仲裁委员会把申请转交到法院 第二种是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 好 然后是356页 8034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一条的第三行 第四行 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 由哪家法院管辖 被执行人所在地 被执行财产所在地 注意都是中级人民法院 考试的时候有要求是中级还是基层 接下来就是356页的倒数第一行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 裁决有上述行形之一的 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级法院申请撤销 当事人申请撤销的在收到六个月之内要提 仲裁裁决被法院撤销以后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未解决 可以重新签协议申请仲裁 也可以去起诉 367页 最上面的大括弧1 大括弧1的第一段 强制措施的种类是哪几个 1.限制 2.查封 3.扣押 4.冻结 这四个它的共同点都是静态的 所以静态的叫措施 强制执行的方式有 1.加储 2.画波 3.拍卖 4.排除 5.带旅行 什么叫做加储 本来罚你一万块钱是行政处罚 你不交 那么我每个月多罚你三百块钱 这个加储的部分就是强制执行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讲了这么个例题 而且提醒了同学们 今年最大的可能处理的方法 就是ABCD 问你哪个是行政处罚 哪个是行政强制执行 哪个是行政强制措施 这个要分得清 强制措施是静态的 而强制执行是运动的 运动 好 接下来是教材的372页 372页最上面的第二行 行政争议没有经过复议 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起诉的时间是知道六个月之内去起诉 好 第三条 受理 受理的找到第四字难断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 或者接收起诉状以后 不给收条的法官 当事人可以向上级法院起诉还是投诉 签出来投诉两个字 好 然后是8055 第一条的审理 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执法行为的执行 下面一行 法院审理 明告官案件 不适用调节 为什么 因为城管砸你的贪 交紧贴你的罚单 它都不是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 就是民和民之间的纠纷 鼓励大家和解调节 因为和为贵 但是执法纠纷 它是作为国家的一个执法机器 在执法 本身并不是私人恩怨 所以作为国家的一个执法机器 它是无权和被执法的人撕掉的 因此明告官 它是没有私了制度的 但是行政机关的赔偿和补偿 那么这个它本身不是执法行为 所以允许调节 这句话是压题 下面一段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三个东西为依据 依据圈出来 然后这段的最后一句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 参照圈出来 那么依据和参照要进行对比 好 那么输了就滑到这里 下面我们开始看一下西题 下列关于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仲裁与诉讼 这一大前提是施工合同 表述正确的是 A仲裁的程序相对灵活 而诉讼的程序严格 这个说法没问题 B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 不接受群众监督 不允许记者采访 诉讼以不公开审理为例外 这个说法是对的 诉讼要接受群众监督的 C仲裁裁决比法院判决得到更多的国际承认 这个我们在经讲课程中 重点给同学们介绍过 你这个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 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都得到了承认 你比方说这个被执行的财产在美国 你向美国的法院申请对对方强制执行 美国的法官他认这个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 但是北京的法院他的判决书出了这个国门 基本上别人就不大认了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说法 第一仲裁委员会是双方在全球范围内任意协商确定 可以在北京可以在上海 可以在美国可以在泰国 但是施工合同 他的管辖法院是专属的 只能在工程所在地起诉 其他任何法院不可以管 所以这个抵览也没问题 第一 诉讼比仲裁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的 他们都是终局性的 两个都终局的 或财或省 两个里面只能选一个 好 这道题是教材的328到329 这要求之前有一点基础 因为这个课它本身就不是零基础的课 如果直接没有听过经讲 直接参加冲刺的话 估计也是云里雾里 好 第二道题 关于民事诉讼管辖 说法正确的是 A 房屋买卖纠纷 适用不适用 原告就被告 不适用 它是专属管辖 只能在房屋所在地起诉 B 对包工头个人提起的诉讼 由其户口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由户口所在地管辖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该是经常居住地管辖 C 施工合同纠纷案件 实行的是专属管辖 当时不可以约定管辖的法院 只能在工程所在地 第一 受移送的法院 如果认为案子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可以继续移送 这句话在书上已经给它删掉了 它指的是A法院收了一个案子 认为自己是收错了 一脚把它踢到B法院 如果B法院发现 不应该给我管 那么再把它踢给C法院 C认为还是应该归你A管 又踢到A法院 这样的话 这个皮球就会永远踢下去 所以法律规定 收错了案子的法院 把它交给自己认为正确的B法院 B法院踢到球以后 不允许回传 更不允许往别的地方传 就是自己收下来审 如果确实认为不应该自己审的 报请它的上级法院 由上级法院来指定一下 看看怎么弄法 所以这道题关键的是 同学们要搞清楚 皮球只能踢一次 好 法院管辖是内容非常繁杂 也很难记住的一个章节 但是这个小节同学们不要太慌 不管它怎么出题 首先它只有一道题 它不会出现两道题 其次这一道题里 它在设置答案的时候 一定会把标准答案设置为 施工合同的专属管辖 也就是说命题对你的要求就是 只要你懂施工合同的专属管辖 就保证这一份给你 而其他的选项 那些你看得迷迷糊糊的 全部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小节不要太担心 把专属管辖学好就行了 好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说法正确的是 A 施工单位提交某分布分项工程 这辆检测报告 和工程验收规范 检测报告的回弹的 混凝土回弹的数据是C26 而工程验收规范的说 大于等于C25就合格 其中检测报告和验收规范 是不是都是证据 不对 检测报告是讲百事实 我们说百事实的东西 才是证据 而验收规范 法律法规 它是讲道理 讲道理的东西呢 不是证据 不是证据 所以这个A呢 以前呢 没怎么考过 但是今年二级呢 提了一下 问你法律法规是不是证据 那么要记得住 法律法规验收规范 它本身不是证明事实的东西 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东西 所以不叫证据 但是检测报告是证据 B 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事实 无需再举证 这个说法呢 是对的 假欠了以五万块钱 以手里呢 只有一个收条的复印件 原件已经搞丢了 在法庭上把复印件拿出来 法官问这个假 是不是认签的 假说是我签的 好了 你已经认掉这东西是你签的 那么复印件也是定案的依据 这就叫双方均认可的 无需再举证 好 C 当事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逾期进行的证据 法院一律不得采纳 这个呢 同学们听过金甲的 应该都知道 C是错的 罚他几百块钱 可以收下来 可以收下来 好 这个呢 是考教材的338页 第一 当事工大妹 因为一份重要资料的原件 已经移交给 承建档案馆 向法庭呢 申请调取证据 证据调出来以后呢 应该是谁和谁执政 我们说执政的主体 应该是当事人 也就是原告和被告 进行执政 所以不是施工大妹 和承建档案馆执政 原被告执政 好 那么通过这一道题 把书上划的几句话呢 好好再看一看 琢磨琢磨 最后呢 再看一下 诉讼实效的概述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诉讼实效的概述 首先在搜案的时候 法院并不会对 诉讼实效做审查 也就是说 无论有没有过实效 你都可以起诉 第二个 在审案的时候 法院不可以主动提 更不可以主动用 实效的规定 第三个 只有义无人主动提出了 实效抗辩 法院才会审查 确实过了实效的 判决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这就是胜诉权 消灭的准确含义 所以一二三呢 总结下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打官司的两个人 如果都不懂诉讼实效 法官肯定不懂诉讼实效 他提都不提这个事情 只要你们打官司的 有一个人懂实效 在庭审中 一提出实效的问题 这时候 法官就立刻跟着懂实效 好 第四条 超过诉讼实效 届满 如果义无人 曾经同意过还钱 现在又拿实效出来说事 法官规定 不得反悔 你只要过了诉讼实效 同意过还钱的 就不能在那实效说问题 例如 这个工程在七年前 北京政府挖地铁 欠了你们家三千万 在四年前 当时换市长的时候 有一次开会 市长表示了 政府会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 你们放心好了 不会欠你们钱的 这些东西在会议纪要上都有 今年你又起诉北京政府 然后政府的律师在庭上就表示 早就过了诉讼实效了 我方不愿意再支付了 那么这时候 原告把这个会议纪要拿给法官看 法官一看 你上一次这个市长提出还钱 当时已经过了实效了 他同意还了 那这个就说明 实效对你们政府不是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不要再拿实效出来说事了 这个对做工程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知识点 所以不一定记得很劳 但是起码你要知道 诉讼实效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规定 对债权人比较宽松 那么库库五 诉讼实效是法定的 不允许双方通过协商来改变 第六个 存款 债券 出资 这三件事情 不适用诉讼实效 好 今年的重点是这两个地方 诉讼实效 从知道被侵害开始计算 诉讼实效的长度是三年 这两个地方好好看 实效的中止和中断 同学们不一定记得很劳 起码记住标题 天导致中止 人导致中断 好 例题 这个题我们在经讲做过 当事人超过诉讼实效起诉 法院受理不受理 应当受理 因为法院就不管实效的问题 你们不提的话他就不管 比工程款诉讼实效为三年 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缩短或者延长 前半句对 后半句是错的 C 在诉讼实效期间 届满前最后六个月 因不可抗力不能行使 这是天导致还是人导致的 天导致的叫做中止 不叫中断 它是暂停 将来还要再恢复 D 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时候 能不能主动解释实效的问题 不可以 只要两个人都不懂 不提的话 你也不准提 好 这道题来选A 所以通过这种学习 很多知识都在更新 原来理解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法院的审理 以公开开庭为原则 接受群众监督 任何人有兴趣都可以进去围观一番 那么有四个案子是不接受群众监督 不允许围观的 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 离婚 商业秘密 注意它又分为两大类 法定的和依申请的 那么涉及个人隐私的 比方说验照门案件是法定的 涉及商业秘密的是依申请 注意无论是否公开审 判决一律要公开 到底最后呢 夫妻有没有离 男的分了多少 女的分了多少 这个事情呢 还是要接受群众监督的 好 关于诉讼程序说法正确的是 A 原告可以和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 这肯定是错的 必须要有 B 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 一审应该是立案之期几个月 六个月之内审结 C 无论有没有公开审理 最后的判决 一律要公开宣告 对的 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一 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 是在判决做出15日 还是宋达15日 从宋达开始算 我们在经讲的时候 强调过这一点 宋达 比方说五号宋达的 那么你的上述期间 应该是六号到二十号 第二天算第一 六号算第一天 二十号是最后一天 好 再看一下方案的程序 当时的申请方案 应该是生效后六个月翻 但是有四个例外 四个例外是从知道六个月翻 不受生效六个月的限制 所以这就提醒 我们给法官送过钱的话 要终身守口如瓶 他不是生效六个月 而是知道六个月 好 例题 判决生效以后 六个月之后 当时还可以申请方案的 是哪一个案子 A 发现原判生用法律错误 B 发现原判认定事实 主要证据是伪造 C 发现原判的遗落诉讼请求 D 原判的没有经过传票传唤 缺席判决 那么这里边只有B 不受生效六个月的限制 从知道六个月算 而ACD 都必须是在 生效六个月内 这种题 没做过的话 上了考场肯定做不来的 那么只要做过的话 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好 以下关于民事诉讼执行 说法正确的是 A 仲裁调检书要不要经过司法确认 不需要 只要双方一签收 它就是中局性的 就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东西 B 人民调检书 经过司法确认 才可以转化为中局 才可以执行 对的吧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 申用还是不申用 中止中断 申用的 应该是可以中止 也可以中断 第一 被执行的死亡 需要等待继承确定 应当暂停执行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一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一意 是终止还是终结 终止执行就是暂停 将来还要恢复 而终结执行就是不再 执行 不再执行 比方说甲申请对乙的一套住房进行执行 在执行过程的时候 柄跳出来 法官这个房子你不好执行的 我也有份的 法官一看到 马上就暂停执行 暂停执行以后 然后查 结果发现柄是捣乱的 这个房子跟柄根本没关系 这时候就恢复执行 如果确实发现了这个房子是柄的房子 那么不适合执行 那么这个时候再结束执行 所以同学们 这些东西千万不要使基因背 关键的是理解 好 选B和D 关于仲裁协议及其效力 说法正确的是 A 合同无效或被撤销 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对的吧 B 没有仲裁协议而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应当移送给法院 这个说法是事实而非 应该是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跟你没关系 你就不要收就完了 C 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达成一致的 应该是仲裁协议无效吧 谈不拢的话 仲裁协议无效 第一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 应当请求仲裁委决定 错 可以请求仲裁委决定 也可以请求法院裁定 一方找仲裁委 另一方找法院 有法院来裁定 所以353页 划过的内容好好看 每年都必考 但这个题它出的很灵活 这些选项的干脑项的都很灵活 一定要准确的理解到位 关于仲裁的申请与受理 说法正确的是 A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有仲裁协议 有具体的仲裁请求事实理由 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 B 当事人申请仲裁 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 仲裁协议 这是受理的依据 仲裁申请书 类似于起诉状 然后副本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 5日之内认为符合条件的 应当受理 第一 被申请人没有进行答辩 并且停出了反请求 仲裁庭应当终止审理 这个是错的 不答辩的应该是继续审理 如果提出了反请求的 审查一下 符合受理条件的再受理下来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那么也是不予理睬 不予理睬 所以这个笛尾巴错掉了 那么一 当时的要求采取证据保全 只能通过仲裁委员会 向法院申请 错的只能 是可以通过仲裁委员会 向法院申请 也可以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 这个内容从来没学过 所以总是害怕考到这里 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题了以后 就再也不慌了 划过的地方 稍微看看就行 好 假施工企业 将自己中标的一项工程 全部分包给 不具备资质的已劳务公司 合同中规定了 内容齐全的仲裁条款 因为工程款纠纷 以企业申请了仲裁 仲裁委员会受理以后 假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 拒不到庭 这个题了 他考了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 全部分包 就是转包 转包的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 但是 合同无效 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率 约定了仲裁的 这只能仲裁 不可以再起诉的 好 再一个 第二个知识点 在仲裁中 他没有原被告的讲法 原告叫做申请人 被告叫做被申请人 那么原告不到庭 按测诉 被告不到庭 缺席判决 申请人不到庭 视为测会申请 被申请人不到庭 缺席裁决 原理一模一样 只是措施上的有点差异 所以这个题里面 已是申请人 假是被申请人 那么由于是假不到庭 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缺席裁决 选逼 这个点十年前考的比较流行 这两年没怎么考过 好 再看仲裁裁决的执行 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案件 不是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而是向中级法院提出 这个是要求同学们知道的 第一件大事 必考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 可以终止 也可以中断 仲裁的方案 仲裁裁决一经做出 既为终局 当事人不得就同意纠纷 再起诉或重新仲裁 但在法定情形下 当事人有证据证明 裁决是错案冤案 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 撤销或不予执行 来推翻生效的仲裁裁决 所以看到撤销裁决 不予执行裁决 要立刻想到 它就是一个翻仲裁案子的概念 翻案的理由有六个 不要去背 记住错案和冤案可以翻 它六个都是错案和冤案 翻案的地点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 中级法院提出 翻案的时间 收到裁决六个月 要翻掉 翻案一旦成功 连带着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 一并消灭 纠纷回到最原始状态 就好像仲裁从来没有发生过 甚至连仲裁协议都没有签过 双方可以和解 调解 诉讼 也可以重签一个仲裁协议 申请仲裁 好 这是今年必考的内容 翻案的后果 甲已在施工合同中 约定了仲裁协议 仲裁裁决做出以后 甲认为仲裁程序违法 并且有证据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法院 申请撤销仲裁裁 法院支持了甲的请求 等于案子就翻掉了 那么翻掉以后可以A 请求 原仲裁委员会重新做出裁决 这个是错的 B 何以重新签一个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这个是对的 C 向被告住所地起诉 D 向工程所在地起诉 那么同学们 施工合同实行什么 专属管辖 只能在工程所在地起诉 不可以在其他地方起诉 然后E 申请做出发案的法院 继续再审下去 这个当然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所以同学们就是记住 这个题是非常难的一道题 它要求你事先做过 在考场上的话 再做估计做不来 就是记住 一旦翻了案以后 可以和解 可以调解 可以起诉 也可以重签一个协议 重新仲裁 申请仲裁 好 这道题最终选B和D 关于调解法律效率的说法 正确的有 这道题是2016年的真题 A 法院调解书 经双方签收后 就终局 具有强制执行力 显然是对的 B 仲裁调解书 经过法院确认 即发生法律效率 需不需要司法确认 不需要 只要双方签收 就生效了 基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达成的协议 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 经调解组织 达成的协议 具有强制执行力 这个显然是错的 以专业机构调解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道题A肯定对 B和D肯定错 那么C和E拿不准 但是一个多选题 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题 事先没做过的话 是很痛苦的事情 同学们 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它是不同的概念 所谓的法律约束力 指的是两个当事人之间 它的内部有一个法律约束力 但是对国家来说 是不会强制执行的 所以你们内部有效 如果假不履行 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假履行 因为这个协议本身是有效的 那么法院应该支持你的请求 但是强制执行力 是一个三方的概念 不单单在内部有约束力 而且对国家也产生了约束力 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 国家不得拒绝 所以在我们国家 只有法院调解书和仲裁调解书 一旦签收 不单单在两个人内部有约束力 而且对国家也产生了约束力 这就叫强制执行力 但是其他任何机构的调解协议 是只在内部有约束力 对国家来说 它是 你是不可以要求国家强制执行的 所以这道题的C和E都是正确的答案 那么通过这个题来看懂命题老师的思路 就是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 再看 根据文物保护法 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 由规划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 与其不恢复或者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由规划局指令 有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 所需的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这里所说的代履刑是一种什么 行政处罚 强制措施 强制执行 应该选的是C 强制执行 这个是考教材的367页 大括弧1 今年要特别准确的掌握 强制措施是哪几个 强制执行是哪几个 然后注意跟行政处罚要分得开 下列四项中能够发动民告官的是哪一个 我们说能够发动民告官的应该是什么 行政执法 A 行政处分 这是官对官 行政处罚 这是行政执法 行政机关对民间纠纷的调节 这是民和民之间的纠纷 那么第一 劳动仲裁 这个显然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 直接去法院起诉单位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不存在民告官的问题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B 行政处罚 法院审理哪些案件可以调节 这个其实是个好题目 教材的372页 A 质量这一 这个是民事纠纷 何为贵 这个当然可以调节 农民工工资脱窃 这个当然也可以调节 行政处罚是行政执法 这是不可以调节的 行政征收补偿和行政机关的赔偿金 这个东西它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 所以可以调节 这个题特别好的一道题 希望同学们把教材上372页 划得再好好看一看 好 同学们 这一次的冲刺课程 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那么我们相对于第一个轮次的金奖课来说 这一次的内容更加的凝联 针对性也强了很多 里边的习题都是千挑万选 我们自认为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题 那么希望同学们把书上滑的东西 结合着有关的题型 全面的再做一次梳理 然后再寻找到自己的一些错题 这就是你的薄弱环节 那么把书上滑的东西 再有针对性的好好再看一看 通过这个考试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好 那就祝同学们后期的学习顺利 谢谢大家